这是一个能让人变年轻的盒子 女人轻轻地把它放在桌面上 接着打开上面的遮罩 下一秒拉动表面的开关 紧接着用手小心翼翼地拿起来 一路小走将它带到附近的展台上 而瓶子却在诡异地晃动 这一下把二翠看懵了 里面居然有神奇的气体 随后女人来到神秘液体前 伸出纤长细嫩的小手 轻轻拎起上面的盖子 而里面的液体正在呼之欲出 接着示意二翠把手伸出来 随后女人拿起30厘米的小包 裤痴一下子到手指上 下一秒又踢起来 在紫色液体里沾了一小滴 紧接着放在二翠受伤的手指上 轻轻地滴上一滴 二翠的手指立刻变得红润 整个手掌似乎年轻了10岁 当她伸手查看时 就连手上的老年般都消失了 于是二翠立刻打上发票 把北京一环的房子卖了 买这瓶神仙水 瞅着都是马内味道的液体 二翠深深吸了一口气 紧接着满脸期待地喝下她 下一秒整个皮肤变得红润 当二翠喝下最后一口时 身体开始不停地颤抖 于是她急忙地来到镜子旁 膀胱一扫脸上 居然变得比18岁少女细嫩 背后也变得自信 就连搭了下来十年的篮球 也恢复到少女时的样子 于是二翠重新拾取了年轻时的自信 她立刻回到家里 将把房子卖了买年轻水的事告诉丈夫 但这把强哥气得瞬间上头 当即掐住她的脖子 接着来到楼梯旁 可强哥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 立刻放开抓住妻子的手 满脸抱歉得看着对方 可下一秒女人却从楼梯滚下 女人从楼梯翻了足足十圈 直接一路小滚 下一秒从二楼摔到一楼 她的手高度错位 而二翠的丈夫见到这一幕 立刻来到她的身边 可见到妻子的身体已经不成人样 强哥这才意识到这估计没戏了 但她还是不敢承认这个事实 下一秒急忙拨打急救电话 可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背后的女人居然再次站起来 接着来到强哥的身后 当男人转过头时 发现诈尸的妻子大吃一惊 连连退了十步 紧接着摔倒在地 立刻问对方 是人还是阿飘 可二翠也是一脸疑问 三步变成两步前进 紧接着她要去拿电话 准备要回娘家 可强哥却让二翠看一看身体 当她低下头一看 发现屁股居然长到了前面 二翠一下不知所措 直接瘫倒在地上 接着立刻起身 来到镜子旁边 询问丈夫该如何是好 于是强哥开始安慰 可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二翠直接轻轻一用力 恢复到正常 随后强哥连夜开着车 将妻子带来医院查看 可医生发现 女人的手断了三根 肋骨也露出皮肤来 就连听心跳时 发现也不动了 这瞬间违背了 她几十年的认知 直接转身离开 而二翠一下下晕在凳子上 于是强哥立刻寻求护士帮助 可回到房间强哥 发现妻子消失了 她一路寻找 来到了葬阿飘的地方 可强哥一下呆住了 心想不该为了一栋房子 刚才对她生气 于是立刻把二翠带回家 用化学颜料来掩盖 她身上的缺口 可这时强哥的前妻 却来找她复合 这一幕刚好被出来的二翠 看到 于是她掏起喷子 直接一下送走了她 然而下一秒如花 居然站起来 并且肚子破个洞都没事 再经历了一番战斗 这时二翠在她的衣领上 发现了徽章 原来她们不老的方法 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于是她们打算和好 让强哥再去买几瓶 而女人如出一辙 将神秘液体 滴在她的手心 接着瞬间年轻了十岁 并劝说加入她们的组织 可强哥不愿意 为自己智商交钱 转身直接离开 并一路来到天台上 见到无路可逃的强哥无奈下 只能爬上房顶 可下一秒脚底一滑 身体开始不停往下落 还好身后的背带 救了她一命 这时她的妻子出现 劝强哥把不老液体喝下 这样就算摔下去 也不会死 但强哥不愿意 为自己的愚蠢买单 于是选择最直接的方式结束 而女人也在不良的药水下 变得彻底失去理智 爱美是人的追求 但也是要时刻清醒 海苍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原生